在安靜的夜裡突然有四台消防車快速穿梭在烏拉利部落 族人紛紛出門查看 原來是文旦倉庫燃起熊熊大火 而30名消防人員緊急趕到現場滅火 倉庫使用者提到 是鄰居協助報警並到家中叫醒 才發現自家倉庫已經煙霧瀰漫 搬運車啦 車子有時候會放這樣啦 製作倉庫 都紙箱 現在又剛好要採柚子 問這幾個啊 都受壞了 都壞了啦 現在用的鑑鑑不用人負責 到時候不知道怎樣 林辰 只要給你一分 記錄報報 到現場我們出到 稅稅 生命 復元 總共有4個分隊 到現場 加預銷 大概撐 裡面有一台那個 沙灘車 兩個台刀裝機 再加5千個刀裝機箱 經過將近兩個小時的救火行動 火勢終於撲滅 索性倉庫內並沒有放置文彈 也無人傷亡 消防人員在此呼籲 大雨才剛過後 要多加注意家中電線是否正常 且倉庫記得要關上門來 原始新聞 無塞無浪 無流 花蓮瑞水 採訪報導